拜登拱火是乌克兰战争的直接起因 拱火乌克兰战争的目的 就是削弱俄罗斯 控制欧洲和发战争裁 可以说是一剑三雕 然而 结果却可能不会如拜登所愿 他的一剑三雕 很可能变成自砍三刀 而对乌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起因就是北约东扩严重威胁俄的安全 而拜登不顾严重警告 不断鼓动责恋司机挑衅俄罗斯 则是直接导致了普京不得不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拜登直接拱火乌克兰战争的主要目的有三 一是通过战争和制裁来严重削弱俄罗斯 这一点拜登说得很直白 而且为了达到目的 不惜牺牲乌克兰人 且冒着引爆俄美或俄于北约战争的风险 继续拱火战争持久化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源源不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 而且不断升级提供武器的致命性 同时还直接间接阻止俄乌谈判进行 当俄乌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的时候 拜登断然表态不会接入谈判之中 而且明确表态 就是要支持乌克兰打一场消耗战持久战 要削弱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实力 甚至于还威胁要颠覆普京政权 除了战争消耗之外 还不断升级对俄制裁 短短百日之内 美国已经推出了十轮严厉制裁 同时还鼓动欧洲对俄进行严厉制裁 二是加强对欧洲的控制 或者说是把欧盟的战略 统一到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中 上任一时 拜登就提出要修复与盟友的关系 以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或价值观联盟 然而欧盟似乎并不愿意完全融入美国的战略之中 更强调的是欧盟的战略自主性 不管是印太战略还是中东战略大调整 又或是基建或大国竞争 欧盟都始终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布林肯不断强调美国不是要欧盟选边 战队 就表明了欧洲不愿意完全服从或服务于美国的战略 表明了欧盟战略自主性的不断提高 特别是在阿富汗撤军大溃退 以及独立于北约之外与脱欧的英国组建阿克斯 并且在法国背后捅刀 这让欧洲觉得拜登更不靠谱 正如拜登所说 有了盟友美国才更强大 没有盟友的强力支持 美国的战略推进就变得异常困难 因此拜登表面上不动声色 实际上就开始变相地对欧洲使唤 拱火乌克兰战争的目的之一 就是准备坑杀欧洲 乌克兰战争是二战一来 欧洲大陆最大的最危险的安全危机 即使冷战年代也没有这么危险过 而不断拱火乌克兰战争持久化 引爆欧洲大战的风险就更高 拜登就是利用欧洲对俄强大军事实力的恐惧 借此增强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性 即使不同意到美国的战略立场上来 也可以使欧洲长期处于随时爆发战争危机的恐惧中 而利用欧欧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不同 不断增强欧欧的敌对意识 还有就是恶化欧欧贸易实现双杀 而目前欧洲恰恰成为了 乌克兰战争的最直接的最大的受害者 三十发战争财灾难财 这是美国人的最大喜好之一 每逢战争 最大的受益者一定是美国的军工企业 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 绝大多数是有偿的 为此美国启动了战争租借法案 目前美国批准的租借额 已经达到了四百多亿美元 不但要赚乌克兰的钱 还要赚欧洲国家的钱 欧洲国家一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一边还要向美国购买更先进的武器 德国新批准一千亿欧元的军费开支 很大一部分都是用来支付购买美国军火的 不仅发军火财 还在发能源财 战争不仅使油价攀升 也使能源供应紧张 而美国就可以借机把自己的油气高价卖给了欧洲 不仅能源 还有粮食 粮食紧缺和价格高涨 这对于美国农民来说可是一个利好消息 实际上除了以上这三大目的之外 美国还想借机强推或巩固美国霸权 美国单方面推出了对俄制裁法案 却要全世界来统一执行 如果不执行 就威胁要给予严厉的打压制裁 这典型是把美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治上 据消息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酝酿 针对不执行美国制裁令的二级制裁法案 就是要让全世界都遵守美国的法律 不管拜登是想一件三雕 还是一件计雕 事物却并不总是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 这一次拱火乌克兰战争 非但未必能够占到便宜或实现预设的目标 反有可能给美国带来极大的伤害 也就是说 一件三雕不成 反而有可能成为自砍三刀 第一刀就是砍了自己的经济 战争之前 能源价格就已经开始上涨 美国经济就已经是开始承压了 战争一起 能源供应链就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能源价格自然就持续走高 这令美国经济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连美国财长耶伦都公开承认了预估错误 尽管从额进口了大量石油 也释放了大量的战略储备 也无济于事 尽管从高价出售美国能源中赚了一笔 可与美国经济的受损相比是得不偿失的 尽管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是有偿的 可未来的乌克兰是一个什么样子 目前还无法确定 不要说还钱 就是战后重建的钱 乌克兰都凑不起 能否还这笔债还真的就难说了 这笔军火大单恐怕也只有美国政府自己买单了 只要战争持续下去 美国经济就会持续承压 甚至于有引爆新一轮的衰退危机的风险 第二刀就是砍向了拜登的印太战略 尽管拱火乌克兰战争 可印太战略才是拜登预设的终点 上任已经一年半过去了 除了正式宣布了一个含糊的印太经济框架之外 拜登什么事也没做成 第一任期内能否正式推动印太战略都成问题 美国直接面对的是世界第二军事强过俄罗斯 重要的是俄罗斯目前并没有因为战争的消耗 以及经济制裁而出现疲态 要想取得乌克兰这场代理人战争的胜利 或者说是利用乌克兰 来实现虚弱俄罗斯的目的真的很难 可是如果放弃了乌克兰 俄罗斯就会轻松地实现军事行动的目标 关键是战争一结束 就意味着欧洲要建立新的安全秩序 而这个新安全秩序的建立 可就不能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了 如果俄欧建立了一个新的战略平衡关系 美国对欧洲或北大西洋的影响力 可就会大大的降低了 最难堪的是惹伤了不能认输的俄罗斯 美国就难以收场了 持久战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全球战略 将起到严重的牵制作用 拜登在东盟美国领导人峰会和出访日韩的时候 匆忙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 这几天就又没有什么动静了 重要的不仅是东盟 连日韩印都不那么积极了 这个马拉松计划推进 要正式实行起来还真的不知是何时 关键是强推印太经济框架如果不顺利 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反而会受到新的打击 就更不会有国家积极参与印太战略了 而这一件货孤立中国不成 反而会间接提高中国的影响力了 早就分析过美国目前不管对中国做什么都能够转化为中国助力 第三刀就是直接砍向了美国霸权 美国一直幻想着要永久性独霸世界 可以一直受到了包括欧洲盟在内的全世界的反对 霸权真的就成为了攥在手里的沙子 攥得越紧流失的越多越快 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 美欧之间欧盟内部首先就难以统一立场 也就是美欧是各自制裁各自的 欧洲并没有完全遵守美国的制裁令 而非西方国家的绝大多数则是对此置之不理 这在冷战后是难得出现的局面 这就表明了拜登本想发挥一下霸权 反而霸权不那么好使了 特别是沙特印度以及以色列等美国的盟友国家 都拒绝参与制裁俄罗斯 甚至于还借机加强了 与俄罗斯的贸易能源合作关系 拜登想建立新联盟的计划就更难实现了 美国独霸世界是不成了 世界变革正在不以美国意志 为转移迅速推进 美国在世界霸主的宝座上 是做不了多久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